大家好,我是學長 我是FUGO 今天硬派90秒非常高興 請到FUGO哥的就是劉嘉維先生 來為大家聊一下硬派90秒關於義式咖啡的部分喔 好,那學長的任務就到此結束 我們交給FUGO哥 謝謝 我來討論一下就是說 很多人不了解什麼叫做義式咖啡 那義式咖啡的話 事實上它有一些很嚴謹的一些規範 那簡單來講的話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必須在一個粉餅裡面 它是透過水來萃取的 那水必須加帶兩個力量 那分別是壓力以及溫度 它必須加帶這兩個能量來萃取咖啡 那壓力呢必須是九大氣壓 也就是所謂的酒吧的力量 那我們的溫度呢 就必須是符合90到96度 那萃取時間是20到30秒 萃取的計量每一份農縮 它必須是30mol正負5mol 然後萃取時間符合20到30秒 那只要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我們都可以稱之它為叫義式咖啡 那無論你今天是使用的是半自動的咖啡機 或者是one touch的全自動咖啡機 或者是這種手壓式的形容咖啡機 我們都可以把它稱之為是義式咖啡 只要符合這些條件都是義式咖啡 好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富可哥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義式咖啡的一些定義嘛 跟一些它的必要的條件 OK 那我們下一期呢 會請富可哥跟我們講解更多 關於義式咖啡的其他的品項喔 好 那如果大家喜歡一麥的聲音的話 記得鎖定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之後會有更多有趣的內容喔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